好 現在大概凌晨了 4點10點15分 下班之後真的快二死了 就蠻累的喔 我們今天就來做那個 生夜的宵夜叫做 蘋果配 喜悅兒的方法吧 好 首先準備喜悅兒一包蘋果一粒 還有一個義美的無糖豆漿 我覺得這個品牌喝起來的味道就是蠻棒的喔 第一它就是無糖 所以熱量比較低之外它還有含豐富的蛋白質成分 當然少不了蘋果 這個是去大輪發買的喔 一顆大概我記得報紙 DM特獎14塊錢吧那個時候 好 燒蘋果的話呢我就 之前就去搜狗的他們的專櫃 這個品牌可能 可能看不太到 這就是那個瑞士刀的 小皮刀叫Vitronix 我覺得他們的東西其實 其實是還蠻物美佳的 因為這個刀子啊我從 就是高雄的孟史丹 那時候他們專櫃那邊現在已經搬了 我大概買到第七把到現在喔 我第一把買到現在這個刀子已經用了將近快五年喔 它依舊是非常非常的鋒利喔 那它適合右皮擺使用喔 就是其實我身邊的朋友 我都送蠻多把給他們使用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而且 而且 麗九明星 還蠻銳利的呢 好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喔 那現在這個畫面開始會變得比較粗糙 因為現在是用手機的那個 另外一個內飾鏡去拍喔 那它的方便呢就是像這樣 你腳輕輕有沒有 有沒有 咕嚕咕嚕咕嚕 馬上一條線有沒有 嘿 就下來了喔 所以是非常鋒利的 看 看它一條皮 立刻就是因為它的刀子非常鋒利 所以蘋果很方便就削下來喔 其實它還蠻有樂趣的喔 尤其是那種半夜快要接近凌晨一點的時候 來削這麼多的蘋果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錄到這邊 然後這把刀呢也是 Victonix的瑞士品牌出的廚具系列喔 這把刀子買的也是四年多了喔 好 我們就先把蘋果呢 就是切成小塊狀喔 那我們先一塊顆把它切下去 到碗當中喔 好了 現在蘋果呢 已經完全的切完了 那就現在呢 就是大量的豪邁 倒上那個大量的Cereal 古物片喔 直到把蘋果呢 慢慢的蓋住 蓋住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接下來的這個 豆漿 就要出場囉 嗯 醬醬 好了 豆漿出場 我們來倒一下喔 耶 倒到大概接近 稍微大概八分滿就可以了 反正是宵夜嘛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看到裡面就有豐富的蘋果 還有一些古物的葡萄乾喔 那其實呢 還蠻營養的 好了 我們終於完成了 這是半夜的宵夜喔 就是蘋果的 紫月人古物喔 還蠻滿足的喔 嗯 還蠻好吃的喔 燒好的 這個心呢 也不能浪費喔 怕別人其實還有點果肉 也是可以把它吃完的喔 哈囉我們終於吃完了 那會很多朋友問說 為什麼要選擇豆漿喔 因為豆漿比牛奶便宜喔 牛奶的話 牛奶的價錢可能一百多塊 而且比較貴喔 在台北的生活工作 真的 收入跟支出 真的好好控制喔 不然就可能會 餓死在街頭喔 我是俊怡 下次旅空中再相會 晚安 掰掰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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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